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贺德族 我们贺德族过去穿鱼皮衣 在最艰苦的时候 我们的老祖宗 吃完鱼了以后 能用鱼皮做成鱼皮衣取暖 我们的黑龙江里头 一共是七色二种鱼 那就是练大带小的 啥都算了 就有十个种鱼可以做鱼皮衣 吃法大点的 都能做鱼皮衣 这个鱼皮后面它是有一种纤维 就像网形的颠的似的 完了它就用纤维拉力 所以这个鱼皮抗拉抗拽抗磨 都处于它这个纤维 切成鱼皮 的约维 general 像一个1 Hem去急 这个鱼皮 是音rado 中共会将这种鱼儿 做布料笔的话 它缝 也是非常难 缝的时候吧 它就是 你不拿顶针一针都缝不了 所以说它那发质啊 不像那个布式的一缭一缭 很快就能缝完 就怕别人没不学呀 就怕传承不下去呀 我母亲这么辛辛苦苦 给舅舍会把她带着心舍回来了 这个喝的人眼瞅着都要灭绝了 这个记忆保留下来了 你说这能不担心吗 所以说你就是不管谁来学来 我都是一一地都教 这个黑的是鱼的后斤娘 这个白的是鱼肚囊的 所以说这一件衣服做完了以后 都是自然色 没有一个是眼的 绷出的非常漂亮 我们去看下来 热的 isso 你再说 有点热的 有点热的 要更好 那些热的 我只是不担心 买到 出爪的 多互 2 2 1 3 3 1 2 1 2 4